小五 这是 不好 很好 居然有迷惑类的魂迹 可惜你忘了我的名号是 赵老师的名号是不动明王 魅虎术对他一律梦想 而且 如果等级功力相差太大 一旦 小五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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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没事 迷惑类魂迹的效果虽好 但他的魂力和我相差太大 受到此生活力反噬 自然也只能是这个结果 就像你那兰茵草上附带的毒性 也对我无效一样 让他睡一晚 明天醒来就恢复了 不用我再出手了吧 七宝琉璃宗的小丫头 你们输了 你们几个后的实力差距太大 连我一炷香的时间都挡不住啊 能不能麻烦你先帮我照顾小五 怎么 你还想继续吗 恐怕你连我一次攻击都接不下来 我的第二魂魂技能大力金刚掌 可不是那么好挡的 我并不是要跟您继续眼前的考试 那这么说 你是认输了 不 我希望能和您认真地打一场 一切重新开始 如果我坚持过一炷香的时间 那么请您允许我们四个人 同时进入史莱克学院 那如果你没能坚持呢 刚才你们四个一起上 最终还是输了 唐三 我们是战友 大不了我们一起走就是了 如果我败了 那么我们就一起离开你 好 好 那就如你所愿 全天薄露总纲 永远不要试图绊住吃老虎 否则很容易真的变成猪 如果刚才面对的是敌人 小巫恐怕难以幸免 作为哥哥 没能保护好你 这小娃娃 竟然让老子感到一丝不闻 赵老师 小心了 二十四桥 明月夜 哦 混道气 唐三 唐三这手法 这是哪个家族的攻击手段 嗯 好像不曾见过 真的毫无破绽 不对 没有破绽 才是破绽 身前若宁气 身后只要稍有松懈 破棄一点 就是机会所在 好小子 好小子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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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蓝蜜草的威力 居然可以达到这种程度 居然可以达到这种程度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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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女小猴子真够滑溜了 想要这样拖延时间吗 没那么容易 重力增强 好强悍的魂器 好强的压迫感 身体被吸在地上了 这次我看你还往哪里跑 他刚不动冥王 连个十二岁的小孩都搞不定 危险 传出去岂不是要为其他老师笑话 这小众收定了 不过这场考试 也该结束了 这是什么意思 该结束了 小猴子 这是我的第四魂迹 嗯 嗯